男人开局觉醒无限法力天赋 本以为是这片大陆最强技能 没有想到在挑战副本时只能作为旁观者 作为提供他人法力的工具 可即便这样仍然被视为无用天赋 只因只有魔法师和治疗师具有吸收法力的能力 可他们在队伍中作用并不高 而且只有在挑战boss时才需要大量的法力 然而男人却隐藏了自己的真正天赋 复制粘贴 可以将接触到的物体进行复制 甚至可以复制自身本体无限复活 可其中却有一个致命缺陷 在一次副本挑战中 食人进入了狂暴状态 佐野在得到魔法师的指示后 手中连忙凝聚法力 磅礴的法力朝着魔法师输出 与此同时 狂暴状态的食人疯狂般冲了过来 吸收了法力的魔法师力量倍增 一股能量从天而下瞬间将食人轰碎 虽然最后成功完成了副本挑战 但从小队队长看来 佐野所做出来的贡献并不大 随即让他去清理工作 原来佐野除了无限法力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技能 因此一直以来都只能做着后方支援工作 按道理这种技能应该是最强技能 但却因为只有魔法师和治疗师才有吸收法力的能力 而且只有在挑战boss的时候才需要大量的法力 所以佐野反而成为了平平无奇的一员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遭到工会的辞退 要么离开工会 要么调制后勤工作 根据无限法力特点可以调制药剂部门 只因在他们眼中佐野已经没有了成长希望 最后他还是被踢出工会 然而大家只是知道他能够生成法力提供给队友 可只是稍微特殊一点的技能 并不知道他的真正技能复制粘贴 而且还是成为猎人之前就觉醒的技能 可以将接触到物体进行复制 只见他手中出现了一个同样的料理 他原本以为会是一个高级的技能 可却有着一个致命缺陷 复制的物体在离开手后会瞬间消失 因此无法复制金币或者转售的道具 而一般情况下副本中武器都有着等级限制 在无法满足等级时将无法复制 唯独法力在复制离体后不会消失 因此也就给人无限法力的假象 虽然他也想着利用这方法复制技能 但却需要一些苛刻的条件 突然手机弹出一则新闻 卡利亚龙长剑将登陆导播 长剑有着两个特殊的原因让人趋之若鹜 一个是长剑本身自带道具槽 防御力和力量会随着等级提升而增加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使用者在使用剑的瞬间可以增加200级 并且使用最低等级限制仅为30级 昨夜只要能够复制传说之剑就可以成为高级猎人 30级是猎人等级的分水岭 而他现在只有29级 传说之剑因为耐久度只有10的原因才会被作为掌柜展示 可这对昨夜来讲并没有太大影响 只要一触及就可以无限复制使用 而他必须一周内升至30级 地下城副本 剧情蜘蛛的庇护所 猎人协会未注册登记的地下城 而在这里昨夜仍然是提供法力的工具人 魔法师的黄毛在吸收法力之后 瞬间爆发出来强大的火焰 将洞穴内的蜘蛛燃烧殆尽 等级不同展现的能量也会有所不同 在此之前昨夜早已多次参加这种非官方组织的活动 因为大多数由高级猎人组成 所以危险系数并不会太高 就在他们继续深入的时候 树枝蜘蛛幼卵映入眼帘 在他们的上方更是有着一只陷入沉睡的巨型蜘蛛 BOSS等级80级 昨夜只是仅仅看了一眼 却感受到了一处急死的压迫感 击杀巨型蜘蛛首要注意的就是眼前的蛛丝 如果巢穴内的幼卵被打碎 巨型蜘蛛将会进入狂暴状态 石子正中悬浮的蛛丝 蛛丝的异动惊醒了巨型蜘蛛 一只触角瞬间袭来 大壮连忙提顿抵挡 下一秒触角瞬间被砍断 在互相配合下 小队竟与巨型蜘蛛旗鼓相当 而此时昨夜却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等着简陋 只要打败眼前的蜘蛛 它至少能升至35级 可下一秒直接傻眼 面对巨型蜘蛛的蛛丝攻击 黄毛静脑残的使用火焰魔法 树团火焰暴射而出 壮汉还想阻止 可已经来不及了 昨夜此时更是面如死灰 果然在火焰魔法的攻击下 蜘蛛又卵出现了裂缝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见状 众人纷纷后退撤离 巨型蜘蛛眼睛变得通红 散发着恐怖气息 逃离的众人瞬间被蛛丝包裹 黄毛此时早已没有了之前的威风 看着眼前进入狂暴状态的巨型蜘蛛 吓得尿不是都湿了 毫无意外被触角贯穿了身体 昨夜同样被缠绕在一根柱子上 巨型蜘蛛呲牙大嘴就在眼前 心里一万只草泥马掠过 本来只想提升一击 结果却是命丧于此 对方的触角从他的身体划过 昨夜眼神中透露着痛苦 可下一秒弹出视窗 是否粘贴复制对象 男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无限法力的天赋 竟只是充电宝一般的作用 只能为魔法师和治疗师提供法力 然而其他人并不知道 他的真正天赋是复制粘贴 甚至可以复制自身本体无限复活 而且还是一个会进化的技能 进化后的复制粘贴修复了 离体消失的致命缺险 男人疯狂地选择了维持时间一千年 在挑战巨型蜘蛛的地下城时 巨型蜘蛛进入了狂暴状态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落荒而逃 昨夜被蛛丝缠绕动弹不得 呲牙大嘴的巨型蜘蛛近在眼前 瞬间被触角划出一道血痕 眼神中透露着惊恐之色 可下一秒弹窗提示 是否粘贴复制的对象 昨夜毫不犹豫地选择确认 随即便在附近重新打印了一个身体 自身复制粘贴之后原来的尸体会消失 但是本体并不会消散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昨夜在挑战地下城之前 都会对完整的自己进行一次复制 如果意外身亡会自动进行粘贴 而原来的尸体将会消散 每次以旁观者的身份 看着自己的尸体消失 都会感觉非常不适 然而下一秒就被触角贯穿了身体 心中不由怒骂 再次复制粘贴之后立即隐蔽起来 眼前的巨型蜘蛛犹如滔天巨物 即使连续使用技能也不可能逃离 忽然不远处传来的求救声 循着声音来源竟是队长池永仓 昨夜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当中 巨型蜘蛛正在朝他们方向走来 他根本没有办法帮助对方 思考之后做出了决定 他无法做到袖手旁观 随即朝着触角挥下不痛不痒的一刀 可下一秒再次被贯穿了身体 这次为了卡利亚龙之剑 他必须活着离开 利用复制粘贴技能 打倒对方只是时间问题 三日后 昨夜已经复活了五十多次 在此期间他的战斗技巧得到大幅度提升 巨型蜘蛛也变得逐渐虚弱 庆幸的是对方并没有恢复能力 突然对方调转了方向 从尾部吐出竖团蛛丝 昨夜连忙躲闪 他已经被这样的攻击方式击杀了四次 面对巨型蜘蛛的触角攻击 昨夜一跃而起躲闪 顺着触角爬了上去 朝着对方的头颅挥砍而下 可没想到的竟是手剑破碎 脚下不稳跌倒在地 刚刚的一击似乎毫无效果 甚至惹恼了对方 昨夜难以置信看着眼前的一幕 突然对方的眼睛出现膨胀 接着身体出现了裂缝 下一秒进炸裂开来变成了碎块 昨夜死里逃生如是重负 升级的视窗不断弹出 他也在猪口下救下持永仓 一股突如其来的撞击猛然袭来 他吃疼的看着眼前的攻击对象 刚孵化的蜘蛛幼崽 等级三十级 昨夜知道如果现在被杀 那队长持永仓也活不下来 但在幼崽飞扑过来的瞬间 他还是选择了保护 千军之计一击利刃将对方一分为二 可接着更多幼崽围了过来 技能 地狱火 蓝色的火焰瞬间将对方燃烧殆尽 地狱火是最高等级的火属性魔法 能够自由操控这一点的魔法猎人 眼前的景象他已经猜到了 小队几乎全员覆灭的原因 又卵的碎裂导致巨型蜘蛛进入狂暴状态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两人能够幸存下来 一个低级猎人打败了暴 甚至还救下了自己的同伴 猎人协会取证室内 原来有人举报 昨夜他们进入未注册登记的地下城 期待猎人才会及时出现 在昨夜将击杀暴的奖励蜘蛛棒 以及报告提交后 期待便让他回去 昨夜有些诧异 自己明明给黑钱参加了非官方活动 对方还几乎全员覆灭 最后竟然一点惩罚都没有 地下城里每天都会发生数十起致命事故 在出入申报表上都会签署对危险的同意书 而且为了等级的提升 低级猎人会支付资金与高级猎人同行挑战 为注册登记的地下城 虽然这是作弊的行为 但最终目的是让猎人变得更强 所以猎人协会默许了这种行为 对此昨夜只能无奈接受 而他提交的蜘蛛棒的奖金 将会在数日后打到他的账上 昨夜表示将奖金留给后备 期待看着眼前的蜘蛛棒思考了起来 即使他运气再好 也不可能以低级猎人的身份完成攻略高级地下城 眼前的男子绝对隐藏了什么 果然走廊上的昨夜咧嘴一笑 时间回到昨夜将Bus击杀之后 奖励为巨型蜘蛛棒 蜘蛛棒与蜘蛛丝效果相同 使用后一定时间内展现出强大的粘合力 可用等级四十级 见此昨夜不免有些沮丧 自己死了五十多次 只得到了这种类似胶水的东西 或许可以在户外也因时可以用到 因此就想着尝试复制 就在他触碰到蜘蛛棒的瞬间 蜘蛛棒竟然消失了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昨夜吃惊地看着视窗提示 蜘蛛棒被现有的技能吸收 粘贴能力值提升 对象可以复制 净化控制 对象可以粘贴 等级一级 有三个功能选择项 功能选项的效果更是让他震惊不已 选项一 粘贴复制对象可以保持所需的时间 选项二 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粘贴到任何地方 选项三 可以解开巨型蜘蛛的蛛丝 昨夜本以为复制粘贴是一个失败的技能 没想到竟然还能进化 随即便复制了一根蜘蛛棒 时间一分钟 此时蜘蛛棒离体后也不会消失 一分钟之后果然消散在空中 昨夜眼中冒出了星星 接着便不断地复制 一百年 一千年 仅仅增加一级就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想到这里 昨夜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差点被路人当成精神病 接下来就是复制卡利亚龙常见成为高级猎人 男人开局觉醒最弱天赋 复制粘贴 没想到竟会是一个可以升级进化的技能 升级之后更是修复了复制对象离体消失的缺陷 然而技能使用者却只有二十年的寿命 此时出现了地下城崩塌 魔物涌出现实世界 可男人却只一心想着能否复制卡利亚龙之剑 昨夜在击杀巨型蜘蛛之后 近夜晚升级了复制粘贴技能 可以保持复制对象长时间不会消失 无用天赋将会成为最强技能 在此两个小时前 国际猎人协会押送卡利亚龙之剑登陆导国 猎人格兰特等级一百一十二级 猎人阿瑞斯等级一百三十一级 职业魔法师 先投车辆通过海上地下城 受电磁波影响通讯将会中断 而海上地下城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可如果出现崩塌将会成为一场灾难 此刻彩虹桥地下城出入管理处 小田屋两人百无聊赖 他抓起了地上的史莱姆 然而他并不意识到危险降临 壮汉面露骇然之色 地下城的生物竟然出现在现实世界 突然身后似乎被撞了一下 壮汉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生物 竟是一只巨大的哥布林 他连忙提顿抵挡对方的流星锤 所以也从未对自己状态属性如此满意 这一切都是在击杀巨型蜘蛛后发生了改变 当猎人达到50级时 他们会加入狩猎队伍 只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终极副本 在终极副本中 50级后升级会变得更加容易 可以获得更多奖励 尤其是稀有道具 突然走廊出现了骚动 从他们的话语中知道发生了地下城崩塌 传说中的卡利亚龙之剑被卷入其中 听到这里 本想置身事外的佐也不免一惊 猎人协会得到的指示是保护押送常见的拖车 然而期赖命令众人 以讨伐怪物拯救世民作为第一药物 紧急情况特事特办 突然人群引起了一阵骚乱 佐也拼命想跟着猎人协会前往地下城 对此期赖有些诧异 佐也解释虽然不能打败怪物 但可以引导疏散世民 鉴于佐也之前的表现 期赖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他看来 佐也在巨型蜘蛛地下城中帮助其他人 应该是一个无私的人 他也没想到对方真听了他的鬼话 在这里是百分百为了自己的目的 距离他们平息彩虹桥地下城还不到三个星期 众人不解 可地下城内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即使地下城崩溃了一次 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再次崩溃 为了不再重演15年前的灾难 只能尽可能多次的预防 15年前的大灾难 世界各地出现了国家灾难及的地下城崩溃 如果没有正确地击败地下城内的怪物 地下城将会变得饱和而崩塌 从地下城涌出现实世界 普通市民根本无法抵挡地狱般的攻击 在那场灾难中佐也失去了父母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来自另一个维度的超自然力量出现 它的心脏被一股光芒包裹 虽然获得了力量 但同时也被诅咒所缠绕 一份期限20年的礼物 至此它仍不明白是指技能的年龄 还是自己的寿命 而诅咒沙漏仍在继续下落 15年后灾难再次出现 也就意味距离上次那股力量出现的时间 只剩下5年 它现在已经掌握了技能的进化和规律 成为最强猎人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能够阻止这一场大灾难 或许就可以打破诅咒 而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复制卡利亚龙之剑 与此同时 彩虹桥上已经出现不明生物 怪物的数量俨然超过了预期 一只哥布林突然出现在小田身后 千军之际一把利剑急速飞来 因为地下城电磁波的原因 无法与外界联系 它们必须走到桥的尽头 与其他小队会合 另一边 一个巨大的怪物 砸向押送常见的拖车 熊怪 等级190级 而拖车在阿瑞斯的防护魔法下毫发无损 作为最高等级的防护魔法 即使是400级也无法崩破 话音未落 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上方 战机上的七赖同时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一个滔天巨物出现在众人眼前 彩虹桥地下城终极爆 却煞 七赖连忙大喊全员戒备 只见对方口吐烈焰轰向彩虹桥 大气的出现方式震惊住了众人 剑撞左野瞳孔猛缩 我的长剑应该还安全吧 征集了升级了 升级后的复制粘贴技能力挽狂澜 男人原本只是队伍中的蓝条充电宝 现在却以一己之力击溃截队的狼群 更是将190级的熊怪捆绑在地 复制粘贴技能的战力出现 终极爆出场方式震惊众人 瞬间摧毁彩虹桥 只见对方再次口吐烈焰轰向空中战机 欺赖众人只能选择破架 由于终极爆的出现只能改变策略 优先击败却煞 环顾四周发现昨夜并不在人群当中 但对此似乎有所预感 他并不会死在这种级别的灾难 只见蓝色火焰缠绕魔女之刃 技能地狱 爆发的蓝色火焰轰向雀煞 昨夜也没想到一天之内 竟看到了两次地狱火不免心有意记 但却是让他更想要复制这个技能 可他并不想卷入其中战斗 此次目的只是找到卡利亚龙之剑并将其复制 与此同时 一群戴着面具的猎人出现 他们的目的同样是找到卡利亚龙之剑 由于雀煞的出现 猎人协会必定会优先讨伐 趁着猎人协会无暇顾及的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 昨夜看着野狼的尸体心生不祥的预感 因为野狼都是群体行动 此刻他发现了附近的小田两人 壮汉已经负伤倒地 但小田并没有选择独自逃离 昨夜陷入沉思 他并不想顾及他们 虽然野狼单体等级不高 但是他们群体行动 集体攻击相当于高级怪物的实力 然而小田仍然不想就此放弃壮汉 见状昨夜不免有些动容 与自己当时在地下城如出一辙 眼看野狼飞扑过去 小田手起见落 突然一只野狼出现在他身后 他根本没有时间反应 昨夜一击昆山撞将对方撞飞 对于昨夜的出现 小田不免有些意外 这里竟然还有其他人 但还是想着让对方快速逃离 面对成群的野狼 即使是高级猎人 也不一定能够存活下来 昨夜嘴角微微上扬 他也想知道自己的技能 与蜘蛛棒结合之后 会是怎样的效果 能否抵挡野狼的群体攻击 数只野狼将昨夜覆盖 一旁的小田不禁冒出冷汗 下一秒无数蛛丝暴食而出 如触手一般将野狼牢牢缠绕 刹那间便尽数捆绑 他也没有想到蜘蛛棒的攻击竟如此强悍 升级的视窗不断弹出 小田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对方静一口气击败野狼群 昨夜思考片刻之后 临走时给了一瓶终极药水 虽然不能伤势痊愈 但至少可以行动自如 可下一秒 昨夜有些刚大询问 押送常见的拖车在哪个方位 另一边刚刚还在咆哮的熊怪 在阿瑞斯的催眠魔法下陷入了沉睡 突然一个黑球朝他们急速飞来 格兰特手起箭落劈开 迅速察觉附近有人埋伏 却没有发现劈开黑球之后 冒出的蓝色物体 接着一群戴着面具的猎人出现在眼前 为首的面具男瞬间冲了上去 格兰特连忙横剑格挡 身为护卫的他对此早已司空见惯 挥砍之下便击退对方 就在他想着继续攻击的时候 阿瑞斯连忙阻止 格兰特一阵剧烈的抽搐 下一秒金贵倒在地 补出了一口番茄酱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阿瑞斯发现对方使用了某种毒物 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阻碍法力的吸收 如果继续缠斗下去有可能会死 对方直言不会支持他们一贯的手段 阿瑞斯脸色阴沉 他也动目 随即手指舞动施展魔法 对方认为阿瑞斯只是强弩之末 因为吸收不了法力根本就施展不了魔法 可下一秒竟伸手一触 阿瑞斯强行施展魔法只是为了唤醒熊怪 面具人在他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伤亡惨重 最终不得不选择逃离 然而熊怪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朝着阿瑞斯两人走去 格兰特知道阿瑞斯已经没有办法再次释放催眠魔法 但阿瑞斯还是冲了上去再次强行施法 可下一秒就口吐番茄酱 巨大的熊爪近在眼前 他的眼神中透露着难以置信 是否粘贴复制对象 男人怎么也没有想到面具盗贼进去而复返 躲闪不及被对方刺穿了身体 让无数猎人屈之若鹜的卡利亚龙之剑落入他人之手 就在熊怪击退面具盗贼之后 对着阿瑞斯两人发起了攻击 关键时刻昨夜及时赶到 无数蛛丝将熊怪捆绑束缚 跌倒在地的熊怪动弹不得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释放蜘蛛棒竟会有如此效果 小田直接成为他的小迷地 经过刚刚战斗的格兰特两人 却将他们误认为是面具盗贼的童虎 同样窥视卡利亚龙之剑 虽然昨夜的目的确实是常见 但他并不想与对方刀剑相想 就在他想着如何解释时 小田拿出了地下城出入管理处的证件 证明他们的身份 旁边的昨夜心里乐开花 一口大白鸭露了出来 心中俨然已经有了计策 随即笑嘻嘻地拿出了两瓶终极药剂 为了卡利亚龙之剑 这是必要的投资 格兰特两人拿到药剂之后 便不再深究他们的身份 阿瑞斯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捆绑的熊怪 众人看着空中战机群 意味着支援小队抵达 另一边 七雷猎人竟与雀煞煞不相上下 此时突然终止战斗联盟撤离 原来雀煞进入了第三阶段 将会释放大范围的冲击波 支援小队的到来 为他们疏散市民争取了时间 突然一丝丝黑色雷电浮现 你就是这样子完成地下城崩塌的任务吗 来人正是被称为黑暗魔法师的城旗 未来工会会长 等级503级 七雷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然而对方的目的竟也是要打败雀煞 一个巨大魔法阵出现在雀煞上方 下一秒一股黑色的雷电之力轰击下来 七雷连忙让众人逃离 雀煞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在彩虹桥上 受此影响众人掉落桥底 千军之际佐野的蛛丝将众人缠绕悬挂在空中 装有卡利亚龙之剑的拖车被蛛丝拉扯 反应过来后的佐野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住 却煞的身体就在眼前 吓得他连忙捂住嘴巴大气都不敢出 这时成奇来到这里 他也没有想到会有幸存者 而且还是一个低级猎人 佐野看着对方胸前的徽章 就知道对方是国内排名第三的未来工会 只见对方飘向还在嚎叫的雄怪 借着手指轻弹蛛丝 坚韧无比的蛛丝竟发生了撕裂 而被束缚的熊怪仿佛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轰碎 佐野不敢相信能够束缚200级的怪物 以及能够承受25顿拖车的蛛丝 竟被对方轻轻一弹就瞬间炸裂 升级的视窗不断弹出 但却无法获得奖励 一旁的成奇有些差异 竟然是眼前的低等级猎人将熊怪束缚 而这时得到的奖励仿佛是一种偷窃行为 随即毫不在意地将获得的熊爪扔到他脚下 这让佐野仿佛受到了侮辱 双眼怒视对方 就在此时七赖也来到这里 见状成奇误以为佐野归属猎人协会 而七赖感觉到佐野对对方的敌意 但他还是让佐野跟市民一起撤离 因为雀煞醒来之后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冲击波 佐野却是好奇为什么不在他昏迷时攻击 七赖摇了摇头 当Boss生命值剩下三分之一时会释放必杀技 有狂暴化和范围攻击两种攻击模式 而低级Boss通常只有狂暴化 作为中级Boss的雀煞因为生命值非常高 狂暴化和范围攻击会反复出现 因此需要分阶段讨伐 在第三阶段中雀煞会吸收大量的法力 此时任何攻击都无效 忽然雀煞猛然睁眼 对方醒来的时间比预期的要走 他醒来后就是一声怒吼 撑起两人连忙冲了上去 在他看来一个低级猎人死在地下城 犹如普通交通事故一样常见 左也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参与战斗便逃离此地 再将众人救上之后说明了现场情况 雀煞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将会释放范围攻击 到时候这里将不复存在 甚至拖车和长剑都难以找到 在此之前必须对其进行讨伐 因此需要用到卡利亚龙之剑 保证使用后必定归还 可即便这样格兰特仍然不同意 阿瑞斯更是表示不可能 在左也觉得事情就此结束时 阿瑞斯继续说道 解开拖车封印需要大量的法力 而因为盗贼毒物的原因 他现在无法吸收 听到这里格兰特不免有些惊讶 他竟会答应对方的请求 左也却是非常高兴 他可是有着无限法力 阿瑞斯在左也的帮助下 成功解开了拖车封印 随即便迅速跳了下去 格兰特很好奇 为什么他答应了左也的请求 阿瑞斯解释因为 左也在束缚熊怪之后 并没有将其击杀 突然一个身影出现在左也身后 竟是刚刚逃离的面具男 面具男却而复返 完全出乎众人的预料 原来面具男被熊怪攻击后 并没有选择立即逃离 而他也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得到卡利亚龙之剑 由于使用者死亡 巨型蜘蛛蛛丝将解除 拉扯拖车的蛛丝发生了断裂 拖车瞬间掉入水中 燃爆了燃爆了 卡利亚龙之剑一剑劈开终极boss却杀 复制粘贴技能却因等级不足无法复制 可遭遇被伺候 竟意外吸收了常见的所有属性 然而生死未知的左也 却被猎人协会通缉 因为他的缘故导致常见神秘失踪下落不明 在拖车掉入水中之后 此时左也沾贴复活来到对方的身后 同样一剑刺穿了对方 我是那种记恩记仇的人 说完对方就瘫倒在地 梦寐以求的卡利亚龙之剑终于握在手中 迫不及待地选择复制 可下一秒就傻眼了 由于用户等即未达到目标要求的级别 因此无法复制目标 左也心中暗骂 常见明明30级以上就可以装备 为什么自己都武士级了还装备不了 忽然感到身后一凉 刚刚的面具南京又站了起来朝他挥砍一剑 原来他有着治疗技能可以治愈伤口 随即拿起卡利亚龙之剑重复着刚刚左也的话 我是那种有恩必忘 有仇术被奉还的人 话音刚落就朝着左也猛然刺取 此时竟不断弹窗提示 卡利亚龙之剑与使用者融合在一起 复制并吸收卡利亚龙之剑的能力值 复制并吸收卡利亚龙之剑的等级 使用者的保护模式将被激活 强制执行狂暴化技能 粘贴卡利亚龙之剑的狂暴化技能 与此同时 雀煞对着城西两人发起范围攻击 已经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局势 就在雀煞释放能量的瞬间 一道巨大剑刃从水中暴射而起 瞬间劈开了犹如滔天巨物的雀煞 两人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雀煞讨伐成功 地下城通关 猎人协会会议室 众人都没有想到三个月前 平息的地下城会再次攻塔 而造成此次事故的责任 推给了负责出入地下城的大闲工会 此时雀煞却想着昨夜是否已经逃离 就在多方工会争论不休的时候 雀煞一掌震碎了桌子 代表未来工会的城汽丝毫不受影响 对于雀煞的行为 光头大汉恼怒成修大战一触即发 作为猎人协会的会长 及时出现避免了战斗 随即雀煞让大家观看了 击杀却煞的场景 并将功劳给了一旁的城旗 只有他们清楚 通关地下城根本不是他们所为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顶锅 而七赖将他推了出来 必然是对他中途介入耿耿于怀 而他也下定决心要找到击杀却煞的混蛋 七赖已凛冽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众人 猎人协会将会调查地下城崩塌的原因 以及追究延迟支援的工会 这话瞬间让众人安静了下来 突然格兰特两人代表国际猎人协会来到会议室 卡利亚龙之舰在押送导国途中被盗 需要猎人协会配合调查 光头大汉提出了关键性问题 拖车被袭击使是他们自己解开的封印 阿瑞斯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这是因为大贤工会的猎人小田悟 和猎人协会的猎人佐野提出了合作请求 听到这话众人不免有些吃惊 七赖更是震惊不已 大贤工会会长承认了小田的身份 可猎人协会并没有佐野这个人 程旗却笑了起来 没想到报仇的机会来得那么快 在他看来七赖与佐野必然认识 随即故意说出了当时束缚雄怪的佐野 而他则以为对方与七赖认识并同属猎人协会 现在看来对方有可能就是盗走卡利亚龙之舰的人 另一边一个男人端向着手中的长剑 黑奇等级301级 血塔工会会长 眼前的面具盗贼不禁怀疑 是不是眼前的男人引起的地下城崩塌 随即黑奇拿出十一作为报仇 就在对方以为任务结束时 黑奇却是一点嘲笑 你们接受任务只是为了获得长剑的情报 面具盗贼剑事迹败露 知道对方一开始就有杀了他们的打算 因为知道剑在哪里的人越少越好 黑奇随即挥出了一剑 面具盗贼在这一剑下一分为二 卡利亚龙之舰耐久度减二 剩下八 黑奇看着手中的长剑难难倒 千万不要在修处之前就坏了 进化了进化了 复制粘贴技能竞进化成吸收与融合 所以意外吸收了卡利亚龙之舰的所有技能和属性 关键时刻爆发的狂暴技能 一剑劈开了却傻 但也被国际猎人协会误认为盗取了卡利亚龙之舰 甚至要对他刀剑相向 在地下城崩塌事故之后 佐野被列为盗取常见的头号嫌疑人 另一边 佐野在医院中惊醒 勃耿出的沙漏又前进了半分 忽然小田雾一把将他抱住 兴奋地说着当时的情况 一道巨大的闪光从海底爆发而出 一旁的路人甲没有想到眼前的几人在地下城现场 见状小田雾更是滔滔不绝 对此佐野也是无可耐可 大壮却表示因为小田的原因 佐野才得以救下 为了救助佐野他威胁大咸工会搜寻小队 最终在海边找到了他 他也没想到眼前的少年竟还能胁迫到大咸工会 可想到会长小工程的名字后 或许他们有着非一般关系 猎人协会会长室内 期待听到佐野死亡的信息却毫无波澜 格兰特不免有些意外 对方竟然一点都不惊讶 在他看来猎人总是处于死亡的边缘 会长表示将全力协助追寻长剑 听此阿瑞斯让会长调派高级猎人协助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长剑的踪迹 会长有些诧异 不禁猜测对方是不是有着追踪的魔法 原来卡利亚龙之剑并不是附属物品 上面刻有识别使用者等级的图案 阿瑞斯感应到大约在一小时前被使用过 格兰特还想阻止阿瑞斯 可期待之前已经对此调查 15年前 阿瑞斯的母亲在大灾难中下落不明 长剑是他找回母亲的唯一线索 这出乎阿瑞斯两人的预料 对方的禁调查到如此地步 期待继续说道 被盗的长剑是你母亲的遗物 听到这里阿瑞斯不再淡定站了起来 请求期待帮他找回长剑 可期待察觉到对方似乎隐瞒一些事情 对于昨夜的死并没有全信 忽然大闲工会会长叫住了他 想着让他回去大闲工会 随着地下城的不断增加 工会的管理逐渐商业化 地下城东他如果确认是大闲工会管理不善的问题 将会追究工会的责任 这也是他不愿意回去的原因 随即喊了生父亲便要离开 会长连忙换了话题 让他在派遣之前去一趟医院 另一边 昨夜看着自己的状态属性 当时想着如果复制长剑成功要如何离开 现在虽然没能复制卡利亚龙之剑的本体 但是复制粘贴却吸收融合了他的所有属性和技能 反而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临死前爆发的狂暴技能 更是能撕碎超过400等级的雀杀 并获得讨伐雀杀爆头 把雀杀的冲击波技能吸收到复制中 复制进化 将复制中的冲击波技能吸收变成固有振动 巨型蜘蛛蛛丝等级升为二级 使用猪丝时可同时使用固有振动和吸血 复制粘贴镜增加了吸收融合功能 想到这里昨夜一脸阴险 因为卡利亚龙之剑的属性加持 等级更是升到了276级 佐野阴险的表情吓得众人连忙逃离 突然一阵吵闹声引起他的注意 七赖竟出现在他的眼前 吓得他急忙躲了起来 与他争吵的正是小田悟 而对方竟喊七赖为姐姐 佐野仿佛吃了个惊天大瓜如遭雷批 他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壮说 他能够胁迫大咸工会的搜寻队 而他当时还以为是巧合 原来眼前的两人是姐弟关系 小田说出了佐野还没有死亡的情况 而从七赖口中得知他被国家猎人协会 他也认为是偷剑的盗贼 见状佐野不得不逃离此地 直到找回长剑 突然转身撞到了某样东西 格兰特一脸怒火地看着他 佐野不免有些尴尬 可对方一手抓起他的衣领 眼前的男人竟然欺骗他们的信任 盗走了长剑 佐野还想解释这是误会 可被怒火攻心的格兰特早已愤怒不已 佐野瞬间察觉到危险 果然格兰特在魔法空间取出了利剑 阿瑞斯连忙阻止 他也没想到格兰特竟会在医院做出这般举动 格兰特此时不管不顾 只想着让佐野吃点苦头 千军之际佐野不得不发动新复制的技能 复制使用固有震动 竟瞬间徒手击碎利剑 这一幕震惊住了格兰特 骚动引起了七赖两人的注意 七赖发现佐野使用的技能竟与雀煞的冲击波相似 佐野一脸怒火看着对方 宁愿也有三分火 竟然真的想置自己于死定 另一边 一个女团的演唱会 无数粉丝为之疯狂 有天沙良 IFO向组合成员 在与其他成员离开后 被一辆黑车拦截 关键时刻稳住了车身 就在他大骂对方的时候 一个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将手上的箱子扔在他车盖 对着沙良一脸讥笑 如果你想恢复原状 那就一起去地下城